你们的这个势力啊太强大了 我们才区区三万人就打什么打 对吧 你三万人哪能抵得过这曹丞相的 八十万大军 接上回聊到啊 就说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之后呢 孙权第二天就发号施令 让这个周瑜啊 是带着部队 就跟刘备一起啊 是去往前线 迎战曹操 那鲁肃呢就作为副手 协助他们的工作 当时呢刘备是驻扎在房口 这个房口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下口嘛 一个房口下口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 就是汉江和长江的那个交汇处 就叫下口 那这个房口呢 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市 也就是说这个房湖的水啊 和长江水的一个汇流地点 也是一个军事要塞之处 那刘备当时在房口的精神 算是非常紧张啊 他就怕这个孙权啊 没答应 就不跟他联合 那他一个人等于对抗曹操的这个大军啊 那只有是死路一条了 但是呢 就当诸葛亮就把这一切都搞定之后呢 周瑜的这个水军啊 就从拆舱啊 就开始往房口出发 那刘备获悉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是非常高兴啊 就马上派人过去接引这个周瑜的部队啊 那此时的周瑜算是很有信心啊 是水路并进啊 就继续带着部队啊 就朝这个前线出发 不久之后呢 当他们从这个房口就行至赤壁的时候啊 是碰上了曹操的水军啊 那这个赤壁呢 就是今天湖北咸宁的那个三国赤壁那个古战场啊 不是那个东坡赤壁啊 东坡是在那个黄州啊 就是算是鄂州的那个对面呢 就长江对面黄州古城吧 那这两个赤壁呢 就老有人说 说什么湖北有几个赤壁 其实这是两码事啊 这个三国的赤壁就是在湖北咸宁 就没有什么疑问啊 所以呢 周瑜就带兵行至这个赤壁的时候呢 就与曹操的水军是相遇了 那双方接触之后呢 就在这个水面上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最后呢 曹操是不敌周瑜 是被打的打败 之后呢 他又不服又打了一仗 又失败了 那此时此刻啊 就曹操心边的这个水军啊 又遭遇到了瘟疫 曹操这身心百战呢 他一看哎自己部队跟敌人一接触啊 就被打了个大败 现在呢又出现了疫情啊 所以呢 他就决定啊 就是说要退到这个长江北岸的乌林镇 这一侧 而周瑜呢就将这个战船啊 是停靠在了长江的南岸啊 也就是赤壁这一边啊 所以呢 双方就隔着这个长江啊 一个在赤壁啊 一个呢 就在乌林镇啊 就双方就隔着这个滚滚的这个长江水啊 相互对峙 那此时曹操的想法呢 就是想等这个瘟疫过去了呀 把水冰再训练好了 再跟周瑜决战 那这个路数呢 就和之前关渡大战差不多 曹操一看形势不妙啊 就开始闭门不出 对吧 就默默的等待这个时局有变的时候啊 再进行发展啊 那当曹操的这个想法呢 虽然很不错啊 但周瑜呢 现在也是分秒必争啊 他绝不能让曹操的这个想法呀 成为世事啊 所以呢 周瑜就把他的部队啊 是摆在蓝岸啊 然后呢 开了一个大会啊 请大家呢 就各自发表意见啊 此时呢 军中的这个丹阳都尉黄盖啊 这个时候出场了 黄盖是这么说的 现在的这个形势啊 是敌众我寡 那么这种形势呢 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啊 对我方是非常不利的 那据我这几天的观察呢 就曹操啊 怕他们的士兵晕船 所以呢 就都用这个铁锁呀 把整只 就是各种的这个船啊 是连在一起 就弄得呀 跟平地一样 他们的目的呢 就想让他们的这个士兵啊 不晕船 但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 发挥优势了 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用火攻 咱们冲上去 就狠狠地烧他一把 不烧死他才怪 那周瑜一听呢 就非常赞同 黄盖的这个想法 并且呢 他决定啊 就是让黄盖 是采取这个炸降的方式 接近曹操的战船 所以呢 他们就立即选好了 十多艘啊 就速度很快的这个战船 上面都铺了这个柴草 这些比较易燃的这种物品啊 然后再浇上了大量的这种高油 让他们就更容易点着 床外面呢 就用这个帷幕啊 遮挡住 这个床尾呢 就系上了那个快艇 增加速度 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之后呢 黄盖就给曹操写信 写这个投降信 信的内容呢 就是说啊 你们这个势力啊 太强大了 我们才区区三万人 就打什么打 对吧 你三万人哪能抵得过 这曹丞相的 八十万大军啊 所以呢 我黄盖啊 还是向您投降 算了啊 并且呢 呃 在这个信里啊 还约好了这个具体的 呃 投降时间啊 就我带着部队啊 就过来 弃暗投名啊 呃 那曹操呢 此时在他的这个潜意时 也啊 可能又再度梦回 呃 关渡决战 对吧 那场战役的前夕呢 当时曹操手里下很多人啊 就仗还没开打 就给这个袁绍写投降信啊 就请这个袁绍啊 一定要同意他们投降啊 此时的这个形势呢 呃 算是风水轮流转啊 但是目前的这个呃 对于曹操而言 是我重而抵寡的这个战争形势呢 呃 就与当初啊 啊 算是不谋而合啊 只不过呢 就调换了一个对象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过来投降的话 那反倒还是一件怪事啊 呃 所以现在黄带他过来投降了 很正常吧 对吧 没什么大不了啊 这就是我曹操实力的象征啊 那曹操虽然前一场大败呢 但这种失败对于他来说 一点也不算上什么损失啊 此时呢 他依然是非常自信啊 这江东鼠辈啊 孙权 呃 你这家伙不来投降 对吧 大把的人过来投降啊 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他就回信啊 是愉快的接受了黄带的投降啊 那黄带收到曹操的回信 一看呢 啊 原来曹操也这么容易上当 对吧 所以呢 收到信件之后呢 周玉和黄带啊 就开始默默的准备好一些相关的计划 那这个约定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啊 这一天正好是挂了一个东南风 而且呢 东南风很急的日子 当时呢 黄带是让这十几艘装满柴草 以及高油的战船啊 就在中江举番啊 顺风而行 黄带呢 是首举火把 就按当初约定的一样啊 就让这一众士兵啊 齐声高喊 降烟啊 也就是投降的意思 那曹操的官兵呢 就跟曹操一样啊 就没什么戒备啊 怀着这个喜悦的心情啊 是准备接受黄带的投降 那就在他们说笑的同时啊 黄带的船啊 是开的越来越快了 大概离这个曹操 大概二里左右的地方呢 黄带就令人点燃这个柴草 十几艘战船啊 同时着火火烈风猛啊 这十几艘战船呢 就裹挟着大火啊 在东南风的猛刮之下 冲向了曹银啊 冲向了曹银的这个大船啊 那清客之间的曹操那些 连成一片的大船啊 就烧了起来 不一会儿 大火就将他所有的船只啊 全部烧光啊 这还不算完啊 因为当时的那场火呢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最后呢 还把曹操在陆地上的军营 也全都点燃了 那么就这样呢 江边和这个岸上啊 全都是大火 曹操那个部队的士兵呢 就不是落到水里啊 就是跳进了火坑里面 这真正的 就是这个水深火热 所以这个时候呢 整片这个曹银啊 已经断作一团了 那这个时候的周瑜呢 已经带着部队啊 是快速出击 屠杀曹军 此时此刻的曹操呢 他纵使水平再高啊 恐怕也抵挡不住 失败的宿命啊 所以这个时候 曹操就只能是带着 剩下的部队啊 就向北方逃跑啊 那这个时候呢 通往北边的这个路线啊 是一条 就只剩下了一条 华戎的古道啊 也就是现在 呃 这个洪湖 湖北啊 湖北的这个洪湖道建立 这中间的一条 啊 华戎古道啊 呃 你看现在湖北省的地图啊 就洪湖道建立着中间啊 是有大量的 类似于沼泽的这种地带 那古代呢 叫做云梦泽啊 所以呢 就非常不利于行军啊 但又没办法 只有这一条路啊 只有这一条关道 呃 没办法改道啊 因为此时周瑜的部队啊 在后面正开始猛追啊 所以曹操呢 就又做了一件历史上 遭人诟病的这么一件事情 啊 非常残忍啊 什么呢 就这不路不是没法走吗 所以呢 他就把一些有伤的啊 老若残兵都叫了过来 让他们呢 去背草来铺路 然后呢 让骑兵是这么通过 所以呢 就大量的这个商族啊 还有老兵啊 就被这些骑兵是猜死在了 于梦泽里啊 也就成了曹操逃跑时候的垫脚石啊 那么这样呢 曹操顺利的渡过了华戎道啊 可那些背草铺路的这些老兵啊 就大多踩死在了洪湖的于梦泽啊 那当然呢 周瑜还在后面猛追啊 但毕竟他们的实力也有限 对吧 周瑜甚至还追到这个蓝郡去了 当然追到这里已经是又困又累了 所以最终呢 他们还是叫停了这个前进的犯案啊 那此时呢 曹操算是稍微的就稳住了阵脚啊 他让这个曹仁和徐晃是守江陵呢 让越境呢守住襄阳啊 然后呢 他就自己很郁闷的就回到他的北方大明去了 那总体而言呢 整场赤壁之战啊 最倒霉的当然是我们的曹丞相 那差一点呢 就死在了这个离令不堪的华戎道 云梦泽之上 那受益的呢 自然就是孙权和刘备 特别是刘备啊 从此之后 他算是可以安稳的就待在荆州了 那么之后呢 刘备就以荆州为发展基石啊 最终是拿下了益州啊 也就是鼠地四川啊 那可以说呢 刘备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他人生中的黄金时刻啊 那接下来局势又将如何的发展呢 刘备又将如何的夺取到了益州呢 还请您啊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川云 三分钟讲历史 轻松讲知识 那么我们下期见